高耸的六棵大王爷直冲蓝天白云好不壮观 每棵大约有六层楼高 从日据时代种植到今天 粗估至少有八十年历史 虽然早已经是七堵国小的门面 和许多毕业学生以及民众的共同记忆 但是却面临可能被移除 或是移植到其他地点的命运 因为落下的树叶 其实是树壳 容易砸伤学生 甚至因为临近主要道路名得一路 今年五月底树壳掉到道路上 还曾经造成机车骑士跌倒受伤 不巧的部分 我们学校在五月中 就已经请人家做例行性修剪 那在五月二十四号呢 那一天晚上风超大 那大王爷直的树壳呢 就飞到了明德一路上 造成了机车骑士跌倒受伤 那当天晚上呢就做紧急处理 那第二天呢 学校已经请了相关的专业单位 来把椰子树暂时做处置 把它绑起来 也因为校方和大多数学生家长 担心树壳再掉下来 难保不会砸众路过的学生 因此校方调查学生家长意见 超过三分之二家长赞成 紧急移除 教育处也已经派人来现场会刊过 要不要移除将城报市长裁决 那呢市府这边也进行接手 因为这个太过专业 那在六月九号也进行跨局处的会刊 那看那会刊的部分呢 请专业的单位提供意见 那目前呢 正在牵绊市府这边的一个程序中 那家长当然认为呢 安全是第一 这不容许有一次 小朋友受伤的一个事件 所以呢 家长会呢 在开会之前 也先针对全校的家长 做意见的调查 那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家长 都是赞同 尽数把这个大王椰子树呢 移除以免呢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机动市议员张肯辉表示 六十年前 他赌七赌国小时 六颗大王椰就矗立在这里 对于许多校友或是民众来说 确实有感情 希望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能够维护学生安全 又能够让大王椰生长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还是要以学生安全为第一优先 大王椰子树 刚才讲的 它等于是一个树神 整个树神了 那未来的话 我也是说希望 现在是由教育处已经签 有学校签办到市长来核准 希望在未来的话 整个移植的话 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长度 因为毕竟他已经住宿了 我想的话 跟地方上也 也相处了一段时间了 生活牵托离不开 因为 一个地标嘛 就对地方上有意见的人 他们是说 也只是一个地标 所以在这边的话 当然处理这个是两方面 你都要兼顾 兼顾是最好的方法 当然都是在两方面 都不能兼顾 我们还以安全为重 为考量 七堵国小校长林志燕 进一步表示 专家评估 如果移除六棵大王椰 大约只需要十多万元经费 但是如果要移植到其他地点种植 六棵大王椰的移植经费 则是从六十万元起跳 而且不一定重得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